千佛山般若寺也举办佛学讲座 希望能够帮助大众获得精神粮食 千佛山般若寺建设15周年 除了举办梁皇祈福法会外 于10月10日下午举办佛法讲座 由千佛山佛地址协会理事长 如念法师主讲额梅宇明珠 指养大众心灵成面 我们的一个重点活动是在10月10号这一天 因为10月10号就是刚好是正日 我们的寺院开往安座的正日 那这一天除了中华民国要欢庆国庆祝 我们这边的活动就是有继续 我们的一整周的这个梁皇燦的仪轨仪式 那另外我们因为是我们的寺院的 一个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日 所以我们在这一天我们就有欢庆 就像人家过生日我们有切蛋糕的仪式 那我们这一天的下午我们有一个佛法讲座 一个佛法讲座讲题是额梅宇明珠 我们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周年庆的一个正日的这一天 会举办一个佛法讲座 就是希望这一天让大家在精神上 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饗宴 所以我们在这一天我们办这个佛法讲座的一个功能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着回来 欢庆这个寺院的一个成立的一个周年活动 也能够分享到一些精神上面的粮食 寺院道场的新建除了提供信众送金礼颤 也是众生心灵寄托的所在 因此博人士特别于建市当日10月10日举办佛法讲座 就是要大众得到精神粮食 时放新闻 黄慧如物中瑞高雄采访报导